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挖派币挖得久的人呢 一般呢都愿意拉几个人呢 做自己的下限 发展几个人呢 提高自己的算力啊 算力呢越高越好 因为反正是24小时点一次啊 你得0.25个呢 那一天只能得6个 你点一下能得2.5个呢 一天就得60个 那当然大家都愿意得60个 没愿意得6个的啊 像我老婆就不愿意跟人交保 所以他就只能够得6个 那我呢这个朋友变天下 那就可以得60个啊 24小时工作效率是他10倍 但是呢 拉人头算力是可以得到提高了 你如果是不提醒的话 经常有一些人啊挖一挖呢 他就不挖了 他就忘记了啊 当然呢 有的人呢还会泄气 哎呀 这个费劲啊 挖了这么长时间 又不能卖啊 不像比特币 他每天挖一点以太坊 每天挖一点 每天卖 哪怕得个四块八块 心里甜滋滋的 这东西又变不成钱啊 心里呢就会觉得空荡荡的 不愿意挖啊 所以呢 一个呢会要要经常提醒 你下线了 上下线 因为他如果下线了 忘记点了 睡了一夜 第二天再点 这10个小时啊 那又给你那个多产了一个币啊 那他睡了一夜之间 你就少产一个币啊 那如果是当时马上点的话呢 那那可能就多一个币啊 这样呢 你提醒几个的他一天呢就会有那么个十个八个币就会多一点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呢 呃 他如果挖的多了 他当回事 如果上市的时候呢 他有那个几百个币了啊 他呢 就会赶紧开挖 不怕麻烦啊 想办法变成钱 如果呢 他只有十个八个啊 那他不当回事 那到时候呢 那可能呢 那你这个算力呢 嗯 那就没有了啊 他也懒得去开WSA啊 觉得我还不如买呢啊 如果一美金一个啊 十个十美金啊 很多人觉得哎呀 十块美金 这我开Uber开上那么一个小时得几十块了啊 还要拿着证件 还要照相 还要去开WSA多麻烦啊 但如果多的话呢 他一看 也 这有几百块钱 那我开Uber顶一天了 那我还愿意麻烦麻烦啊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呢 人们的心理不同 所以呢 一方面呢 要提醒 第二方面呢 要打气啊 打气 有的人说 哎呀 能行不能行啊 这么多币啊 好像有几万种呢 那你要做不做思想工作啊 这个是按人力算的老大 他跟这个比特币一样 比特币呢 是用钱来算的 这个是用人来算的啊 那不管是比特币 还是7R币啊 他们都是以太坊 他们都是用钱来算的 用人头 用劳动力来算的啊 这个是老大啊 他会成功的啊 能赚钱啊 给大家打打气啊 当然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陌生人 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 做节目啊 在下面加了我的链接 他不知道是谁 这些呢 丢失率比较高 有的人呢 可能挖了两天 他不挖了 你提醒也不知道是谁 你找不到他 那这种人呢 这个就容易 丢失啊 所以呢 我不定期的呢 特别是像微信的朋友圈啊 推特呀 还有这个聊天室啊 里面还有聊天室 我尽量提醒大家呢 加上联系方式 什么电报啊 WhatsApp啊 这样呢 加了好友以后呢 提醒他就方便 当然以后让他开YC 给他打气啊 都方便 所以说呢 我呢 就尽量的呢 能够联系到这些人 成为一个朋友 当然最方便的 其实呢 是在这个派币 后面有一个聊天室 那个聊天室呢 都是我的下线 我所有的下线 都在一个聊天室里 但是很多人 他不知道这个功能 他不懂 所以说呢 他就不知道 在那里面聊天 那到时候他又不上了 那不上了的话呢 就更不知道了 如果上的话呢 可能还知道 不上 干脆就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容易丢失 所以说呢 尽量得有多种方式呢 加为好友 不管是微信啊 WhatsApp啊 电报啊 什么Signal啊 那多种联系方式呢 能够跟大家联系 这样呢 加了好友以后呢 这个人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起码来说呢 保证呢 到时候能开YC 这些算力呢 就算了 就算你的这个算力 也就是你挖的币呢 就是有效币 否则呢 他就是无效币 比如我现在挖了6142个 如果呢 只有6000个 有效币 142个 哎 算力 有几个人 他挖了 白挖了 哎 那我就丢了100多个币啊 如果不值钱还好 就是1块钱 你就丢100多美金 如果值了钱 100美金的时候 我1万美金又不见了 所以说呢 这个购买几个iPhone了 所以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呢 拉人头 提高算力 加好友 互相提醒 互相打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